Hello,大家好,我是小杨 今天是LCBO在多伦多Downtown旗舰店开业的第一天 他们之前在湖边就有一家很大的LCBO的店 但是这次他们是搬到了SuperWolf 就是移动公寓楼的楼下 然后相当于今天是重新开放的第一天 他这次旗舰店是一个新装修的 24000平方英尺 有超过4000多种酒的一家店 那LCBO就是我们安省卖酒的商店 在安省有超过大概670多家店铺 但是今天我要去的就是他们新开业的旗舰店 这家店据说有最全的加量葡萄酒区域 质量比较好比较贵的一些葡萄酒 他们光葡萄酒的选择这家店就有超过1500种 我现在也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去看了 其实我不太能喝酒 但是我特别喜欢逛LCBO 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小伙伴 那今天就对大家和我一起去看看开业第一天的旗舰店吧 这个是以前的这个店面 是一栋小平房 现在他们搬到前面这里了 灯火通明的就是他这个新开的旗舰店了 一自来就是这个Vintage酒区域 灯光打得很强 然后整家店都是灯火通明的 虽然因为新开嘛 所以店里还有一种刚装修好的那种木头的味道 这一片也是佳酿的葡萄酒 比如说这个就是2017年的阿根廷的一个红酒 22块钱一瓶 一进来就基本上全都是葡萄酒 我就看成这个酒了 14年的阿根廷的 58块钱 因为它这个颜色特别淡雅 这不就是直齿青绿吗 跟旁边这个橘色的一对比 是不是觉得这个就格外好看 这个蓝色的饼子好好看啊 这个是西班牙的一个起泡酒 16块钱 这个墙上面的装饰还都是红酒的木桶 这边这个柜 基本上都是法国的葡萄酒 full body 就是口感比较浓厚一点的 这个是18年的这个酒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 这个也是18年的一个法国的葡萄酒 然后这个瓶子就很好看啊 像这一款法国的 它就说是 medium body and fruity 就是喝起来口感比较适中 然后有一点点果味的 这个金色的这一款 就是口感比较厚重 喝起来比较顺滑一点 19年的 这个黑瓶子的看起来很炫酷耶 然后我注意到它评论上面贴这个标签 说是2020年得过一个世界葡萄酒的一个什么奖 这个应该不错吧 我现在到这个墙边的这个柜来了 这些放在这个柜子里面的 都是比较贵一些的葡萄酒了 像随便一看啊 这些就要1000多刀 900多刀 1200多刀 最左边这个年份还挺久的 这个是11年的 1355刀 像这边这几个也就是1617年的 就要1000多刀 这个柜写着都是德国的葡萄酒 确实这个外包装 画风看着就不太一样 这个柜都是葡萄牙的 我觉得他们的酒瓶真的都好好看 这个是磨砂黑的酒瓶子 这个16块钱 17年的一个葡萄酒 这个是希腊的一个干白 它写的是Dry White Wine 这个瓶子好可爱啊 是一个这种小水滴型的圆滚滚 挖一瓶子的这个红酒 就是比较普遍吧 这边一般LCBO里面都有 但我一直觉得这个瓶子特别好 因为它就长得很不对称啊 然后这样挖着 它这个牌子写的还是挺清楚的 这个就18块钱 它把这个酒的这个特性都给你写出来了 比如说它这个甜度呀 它这个口感 还有它这个丹宁的含量都给你写出来了 还有含糖量 这个酒瓶子也好玩 就不是普通的玻璃瓶 它是一个紫色的这个纸壳把它包住了 这边有一个葡萄牙的酒柜 它这个酒瓶子做的也都一个比一个好看 你看看平身的这个画 你看看这个画 这个也好好看 有翻船 这个贵的酒 基本上都十刀左右吧 这个是我的一种啤酒 它是自然的 这个是我的一种啤酒 但是我比较喜欢他们家的菠萝皮 超好喝 就跟菠萝果汁似的 对于我这种不能喝的来说 就很友好 这边靠墙的这一片柜 全部都是安省本地的这些酒 好好看这些一拉罐 就很像饮料 我一般其实都是为了瓶子买酒的 就看哪个长得好看就买那个 看这个酒是一个在打拳击的一个章鱼 这个酒名字叫做章鱼想打架 太有创意了他们这些啤酒瓶子 继续往里走 这个柜是卖烧酒和清酒的 这个就是小清酒 然后这边就是韩国的 就很多人都很喜欢喝的那个烧酒 这家店的味道真的算很全的 一般一些小一些的LCVO里面 基本上能有两个味道就不错了 这家店你看洋乐多味的 蓝莓味的 草莓味的 苹果味的 还有橘子味的都有 这个烧酒是大概十块钱一瓶 这边大概有三个柜都是安省本地的红酒 看它写着VQA Ontario 他们这个排列真的太整齐了 就这个Facing啊 每一瓶这个标签都是朝着正前方 就没有一瓶是乱的 看完那些红酒啊 终于到了威士忌区了 这边这一个柜都是威士忌 更多的威士忌 基本上常占的威士忌牌子都有吧 12年的百副威士忌 149刀 我是一点威士忌都喝不了 所以我真的不太懂威士忌 但是就这种越看不懂就越想看 每次来都看半天 这个柜都是金酒 这个透明的 然后外面有这个粉色的这个花纹 这好好看啊 这有54刀 这个是一个蓝紫色的镇酒 这个还挺常见的 这个52刀 镇酒的瓶子也都好好看啊 各种彩色的 这个Barship是多多很有名的一个小酒吧 因为他们就做得太火了 太有名了 他们现在就开始出这种瓶装的酒 我本来以为只能网购的 现在在LCBO已经可以买到他们家的这个瓶装酒了 就在这个粉色花纹下面 这个酒也好好看啊 这个是南非的 它这个瓶子上面是有这种皮的这种保护套的 好不一样啊 就很狂野的风格 它也是得过奖的 烈酒柜 这好好看 这是一个磨砂白的一个瓶身 上面这个瓶盖是银色的 我看它多少度啊 40别 这边常见的野阁 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它这个各种size都有 从小到中到大 到这么大 我在别的店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野阁 这边都是百栗田 有好多种味道 香草味的百栗田 还有咖啡味的 焦糖味的 郎姆酒区 像其他的店里 郎姆酒基本上也就是这几块 比较常见的这几块 但是旗舰店呢 就多了很多款的郎姆酒 这么多块 其实一般我发现 福特家的酒瓶子都很好看 这个叫郎头 它这个瓶子相当于前面是这样镂空的 然后透出了这个瓶身后面的 这个粉色的这个树林 这家旗舰店真的葡萄酒的种类很多 就是一进去明显能感觉到 整个店大概一半重心都是在葡萄酒的 包括加量葡萄酒的种类也很多很多 就如果是葡萄酒爱好者 我相信这个旗舰店 一定是他最喜欢的一家LCBO的店了 但是呢 其他酒就感觉跟一些小的LCBO啊 差不太多 因为安省最大的LCBO呢 不是这家店是在Summer Hill那家LCBO 我还没有去过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知道Summer Hill到底有多大 但是这边的这个葡萄酒的选择真的是很多的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的视频 欢迎关注评论点赞 我是小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